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這一題你應該是做得出來 那我應該跟各位講 老師這一題哪有很簡單 我光看題目都看不懂 沒有啊 敘述性的題目 你本來就會直接跳過嘛 對不對 況且這一題很多人看的詳解 看不懂 在這裡 看懂了嗎 對啊 你看不懂嘛 所以我來跟你講 他的題目是這樣子 他有兩種指甲油 對不對 第一種是所謂的透明亮片指甲油 那上完之後 我們再來去塗所謂的粉色指甲油 所以各位同學 你要不要再看清楚題目一次 他是不是告訴你亮片的指甲油 已經先塗完了 代表說你需不需要考慮 那個透明亮片指甲油 完全不需要嘛 你只要考慮粉色指甲油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來 這邊一關我十根手指頭 我畫得非常像 所以這個是拇指 我可以把你標起來 這裡是小指 我看你把小 懂嗎 所以看不懂 沒有關係 來 那各位同學 此時機率的東西它是分母 分母 我們現在只要塗粉色指甲油 所以十根手指頭 隨便塗 十根手指頭 視為義務 十階 然後呢 他現在告訴你兩根大拇指要比其他先排好 所以兩根大拇指有考慮 他們先考慮 二階 就是不是這一支先塗 再就塗這一支 再就這支先塗 再就塗這一支 對不對 剩下的八支亂排幾階 八階 一件事情分成兩個步驟作 方法數相乘 來 上面八階 下面十階 這裡有九成十 然後再約掉答案是四十五分之一 我覺得這樣講會比較聽得懂 懂嗎 所以你會發現 翔姐你看不懂 原因翔姐寫那個東西 看得懂嗎 我也看不懂嗎 我也想了很久 翔姐幹嘛寫這些東西啊 所以你不用緊張 絕對不是你的問題 絕對不是你的問題 懂嗎 OK 這支影片超級無體短 OK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麻煩你 可以在下面繼續留言 哪個題目比較不會 我們再來一一幫各位解答 OK 那我們當然會放一些其他的考題 在上面給各位看 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 我知道你覺得說 這個影片怎麼那麼快結束了 來 我來再來看 排列組的題目 這種題目各位還蠻參考的 好不好 假設有一隻蜘蛛 我再跟你講到一件事 這個是蜘蛛 他有八隻腳 這個不用我講了 不要再跟我講螃蟹 OK 來 他說 他有八隻腳 每隻腳各有自己的鞋子跟襪子 就是說這一隻襪子不能放在這一隻腳 這一隻鞋子不可以放在這隻腳 這樣子 他們現在要出門 他們現在要出門 我們應該很清楚 你是先穿襪子再穿鞋子 不會有人那麼自詐 先穿鞋子再穿襪子 對不對 來 我們裡面的這個叫做襪子 我們藍色部分叫做鞋子 請問他出門穿會有幾種選擇 各位同學 老師這個東西很簡單 你是當我白痴嗎 我們直接答案寫16階 我跟你講寫完說當場暴斃死亡 什麼叫當場暴斃死亡 這個答案當然錯 為什麼 你16階 16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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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你鞋跟襪 你可以先穿鞋子再穿襪子 對不對 那位同學說老師 那不對 答案一定是8階乘8階 什麼叫8階乘8階 我先把鞋 先把襪子全部穿完 然後呢 8隻襪子全部穿完 然後再全部套套套套套套 套鞋子 可不可以這樣子 聽起來好像很對 但是這個答案依然是錯的 錯在哪裡 來 聽我 聽我認真來思考一下 我可不可以先穿A號襪 再穿A號鞋 可以啊 再穿B號襪 再穿E號襪 再穿B號鞋 再穿E號鞋 好像可以啊 所以你又發現一件事情 誰規定襪子 一定要全部穿完 然後再穿鞋子 你只要確保一件事情 是什麼 每一組鞋襪 襪子一定要比鞋子 還要先穿 襪子要比鞋子還先 代表這16個牌的過程當中 每一隻襪子 要比每一隻鞋子 還要先排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保序問題 這個叫做保持順序 各位同學我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我就直接告訴你啊 保持順序 代表不用 考慮 該組 就是那一組的 的排列 也就是說 大A襪跟小A鞋 我不要考慮他們兩個的順序 因為他們兩個是不能換順序的 大H襪跟小H鞋 我是不用排列 考慮他們的排列順序的 所以答案幾階 答案依然還是16階 沒錯 但是每一組的鞋襪不用考慮順序 所以要除以他們的順序 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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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叫什麼 除以二階的八次方 OK喔 有些同學寫錯 我猜你是把它看成這樣子的題目 那大家也會同學會說 老師 如果今天題目真的是這樣 題目怎麼算 我跟你講 那個要討論 要討論到爆掉 懂嗎 這個就不算是我們的考試範圍 因為那個太困難了 OK 好不好 來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 留言 訂閱 分享 你有什麼問題 麻煩請在下面提出來 盡量在YouTube下面提出來 我們110年的考猜 會在12月份的時候 正式上去 你先訂閱 先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馬上獲得 先的通知 馬上獲得最新的通知 你就不用等你同學跟你講 你看這片子好不好看 這片子好不好看 去問你的學長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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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三次 很重要 很多人在考場 其實在去年的學生的時候 是一直在看老師的影片 這不是我自己在講的 我沒有那麼閒 每天去考場看 可是在考試前的時候 剛剛好像蠻有用的 懂嗎 OK 來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 留言 訂閱 分享 剛剛好像講過了 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